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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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新冬的時間都很多 原來你是無間東 為什麼呢?是否覺得新冬那邊不好玩 所以過去九冬那邊玩 新冬是誰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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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新冬的話 我是要支持長毛 新冬是誰做主席 湯家驊 我們這裡沒有公民黨代的贊助 但今天也請到兩位公民黨的朋友來 都是要問一些新鮮滾熱辣的問題 怎麼看民建聯贊助商台的節目呢? 很簡單 怎麼看的 其實我很喜歡 首先講長毛那句 我真的要告今晚忍不住 相信大家都知道 好笑的 人都知道民建聯是一個政黨 沒有人會不知道的 他都說明為香港專業 民主建港聯盟 黃永等於 你是一個人 你是不需要註冊 為人告訴大家 你是一個人 我想現在整件事的討論 反而對商台是一個挺好的 挺好的討論 那個方向走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似乎攻擊黃永 已經忘記了攻擊商台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我昨晚 坦白說 我都跟商台的人談過 真的 真的透露少少少少 其實商台的員工裡面 其實都是意見很不一致 其實我會感覺到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商台裡面很多的聲音 都不太贊同今次 就是這件事 覺得 這麼多年的台階 究竟在哪裏呢 而且也很有趣 現在不是在賣廣告 很簡單來說 是整個節目買起了 買了節目時段 我坦白說 如果舉個例子 如果我覺得 阿爾蓋達來香港 我是小丑會員 我想買一個節目時段 可以嗎?我有錢 不用說到不遙遠 你問盡黨是敢不敢收錢 理論上他都是 都是在商言商 即是如果說 在商言商 根據他們這樣的思維的邏輯 其實都可以 都是買回二至六 沒什麼問題 其實Thomas Thomas你眼見你的 都是政治上的對手 都有份開咪 你自己有沒有戚戚言 喂 早知我不進入公民黨 進隔壁的袋 隔壁的黨 可能曝光率更高 我想 不僅有開咪這個好處 如果加入民建聯 米都多幾包可以派 我想 這個再一次 給香港人看到 就是 財控西大的政黨 在很多地方都佔有優勢 真的他可以拿錢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包括在地區工作 包括今次商台 那個所謂的合作 都是可以用錢解決 即是如果你說60萬 可以買起一個時段 對公民黨來說 是非常非常困難 根本沒什麼可能 可以用60萬買起一個 這麼多小時的時間 六萬都難 六萬都難 沒錯 六萬都難 我想整件事 看上去已經很簡單 由五個分別在不同的立法會直選區 找出來的新人 跟著每個都是區議員 跟著自己的民建聯 就掛了橫額在網站上 不斷做宣傳 很明顯是一個宣傳 很明顯是做一個廣告 我想大家要認清楚 如果我們不撐回民主派 不是用選票來撐民主派的話 我們香港就只會繼續給這些建制派壟斷 關於政治的宣傳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是否泛民覺得吃骨到很多葡萄士酸滴 即是你們既然沒有錢去投放這麼多資源 在政治宣傳廣告上面 那你當然不希望民建聯也有份 所以如果你們有這麼多錢的時候 即是假設你們其實是不介意的 因為我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譬如你們都會有時賣一些隧道口的廣告 譬如去年上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湯家驊都在之前 不要說選舉期間 都賣過一些廣告 那同樣對於一些相對上 沒有那麼有錢的候選人來說 他們都吃虧的 這個問題是重點 不是我們爭議說 究竟是否公平 酸葡萄心理 或者你有錢就可以了 我沒有錢 那就不行了 這個重點就是 剛才你說得對 就是廣告 就是賣廣告 所以我覺得 兄姐在商台下廣告是沒有問題的 廣告你看任何一份報紙 任何黨都可以接受 沒有問題的 任何的意見 任何的價值觀 不同的團體 都可以在任何商業機構 就是傳媒那裏 可以賣廣告 就是一個廣告時段 你給了錢是屬於你的 但是這個廣告時段 不是代表那個台的立場 是的 如果你將商台這件事來看 你賣出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就是屬於 其實是代表你自己的台 在運動的內容 是內容 是內容 如果你說 我可以在蘋果那裏出樣 一個社論 社論的版面 行不行 我賣出來 我舉例子問一個假設性問題 Thomas都叫做公民黨執委 如果你們有60萬 你們會不會好像民建聯 贊助一個這樣的節目呢 如果他們又肯定的話 我們著重呢 其實這件事上面 看不看到一個公平的對待 我想事後已經證實了 真的商台沒有正式發掘一個邀請 是沒有的 沒有的 你說私底下那些 我也聽不到說真的有 可能是非正式的很重要 可能是閒話家常的說 但是本身 我不覺得有一個很公平的對待 去邀請政黨去參與 用特約的形式去做節目 我明白現在廣播條例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規範 就是不可以做政治廣告 包括我們現在做選舉都好 我們不可以賣電視廣告 你見到他 電視傳媒都不行 是啊 任何一個民主選舉的國家 一定是有很多政治廣告 你台灣已經見到很多 是不是不斷播 但是在香港也沒有 終有一天 我覺得這些事情 當民主普選之後 是應該要開放 大氣電波應該要開放 電子媒體應該要開放 但是同時 也有很多東西要配套 包括籌款 是不是有政黨法 政黨是不是可以公平公開籌款 商界是不是可以捐錢給政黨 他是不是可以免稅 如果有這一類型的配套 再加上政黨本身也有資源 然後再開放大氣電波 電子媒體 我覺得整件事是公平去對待 大家就公平競爭 我嘗試引述普選聯 普選聯現在都唯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其實 要方便商界參加直選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其中一個就是 降低比例代表制門檻 甚至是開放電子媒體 大家來便